欢迎回到现代启示录 民间信仰当中 财神爷是最受欢迎的神明之一 他身穿金红两色官袍 夫妻的面相跟和蔼可亲的笑容 手持无数的金银财宝 寓意着会带给人们财运 民间传说财神爷无眼无心 意思就是说财神爷他是忙的 不管是谁碰上他 谁都可以发大财 而每年农历正月初五 玉帝会派遣财神爷下班来 来视察人间一切 可讲而知 人们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哪里会轻易放过呢 并帝会用尽所有的办法 来恭请财神爷入门 只不过到底要使用什么样的方式 才能请到财神爷 此外敬拜财神爷又必须要严格遵守 什么样的规范禁忌呢 接下来请看资深记者 李金线 孙世忠的追踪报道 民间习俗里每年农历正月初五 是财神爷下凡视察人间之日 因此家家户户都想趁此机会 把财神爷给请进门 重点来了 究竟要使用什么样的方式 才能把财神爷给请回家呢 这个神 OUT 这个神abi是策一早策二百策三万至百 策四 策五极开啦 极开就是要离开这个庆盘 所以会开始营业作形意 开门第一项的事 希望可以領到財神獵來入獵 所以祝福領財神 基基給收金 榜頭 榜大龍的片頭 這樣怕高 收金有溫度 榜頭也有溫度 所以收得越紅 財神 入獵越快 領財神準備鄉輝歌品 生禮 股子 麻糬 請財神獵去喝酒 在這個時候我們主廚家 他會拿這個香和吃 前往東南東西中 五風 財神的阿風 來接財神 但因為財神都吃到後 就掛起這個財神獵的爪賣 原來我們這個燒香頂吃 大家一起拜拜 拜好之後 就這個財神獵的爪賣來消化 相傳要請財神 必須手持香足 朝向東南西北中 五個方位恭請 才能把五路財神給請回家 令人納悶的是 諷刺財神爺的信仰 到底是何時傳入台灣的呢 台湾拜祭神 最早的時尊 在這個民調 台湾拜祭神 最早的時尊 適合台灣的孫 在這個民調 勇歷十五年 生完 他就有一年 台湾拜祭神 台湾拜祭神 公主台灣 作為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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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 中心 以及 台湾拜祭神 來祈求 全大地的溫水 來保有 讓我們這個 現金數字 離開大城 在這個 三月十五日 來起邊 隨便 有來訪請 全大地的溫水 心想和幸福 在這個 十二月 就公主台灣 這個 插槓神 明朝末年 鄭成功計劃 從荷蘭人手中 奪回台灣 作為反清負名的基地 他把武財神 趙公明的神像 和香火 奉勤在軍中 以求 將士平安 相傳 1662年 鄭成功在攻打 北台灣之際 發生了一件 不可思議的事件 所以 全民家當年 映平君王 鄭成功 公主台灣北部 在這個 頭幹部 這個 南蓬 路口正 來祖軍 雖然 所奉勤這個 現場的經驗 才不會去拿走 民眾 在這個暗室 發現這個所在 怎麼會出公盟 因為是這個 使命 的現象 所以 大家這個操樓 讓大家來參拜 這就是 老敵 南蓬 我好強的前身 當年 鄭成功駐軍 在桃園縣 爐竹鄉 有天夜晚 神像香火 竟然無端發出光芒 當地百姓認為 是神明顯靈 於是開始建廟 來奉刺武財神 趙公明 或許有人會問 奉刺財神爺 必須嚴守哪些禁忌呢 拜祭神爺 鹹生褐色 賣賣 盡量 吃下去的 甘 甘 的競品 吃甘甘才 甘安大賺錢 讓祭神爺 發育 吃甘 吃甘 他才會舒服給人 舒服給人 尤其 一定要有新鮮 要用生理 只要現台 也要現沙 所以 財神爺 百姓沒有錢最多 錢最多 如果財神爺 只要現 利用真理辨 所以財神爺 不去吃奧獻 不去吃煙子過 吃食品 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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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神爺 最少人貪心 所以 我們不要急救這個偏財 財神 如果財神 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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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來放一個圓 所以 日後 財神 送給人的財神 補出一部分 來這個觀眾 需要救助的人 這樣說 財神爺 對我們的心意 聽到接受 聽到素財 給我們 另外 有一個地方 財神爺 是火狗 有圓圓 所以 不可以拜這個豬肉 用其他的肉類 來台貼 原來向財神爺 求財時 千萬不能太貪心 而且必須心存善念 也不能使用 醃漬的物品來祭拜 那可是會觸犯禁忌的 一般除了求財之外 信眾們還會向財神爺 要求替自己補財庫 穿上一家庭 有床 無論是大床 一小床 都是會浪宅 所以我們三不五時 就要幫他 做布穿穿的理性 但是做布一攤沾後 穿穿的地方 這個穿穿就不會浪宅 共青的情香 來幫這個心臟 來這個小災街的重心區 鎖定的這個火器 做一個青毒 請他做的重心 先想過精 來 保佑 不僅是對這個 蜘蛛財神爺 來養求素材素 同時也要對這個 三改重心 烈味高筋 來繼續小災街的 天佛精修 以及這個財庫 讓我們這個家庭圓圓 素素無知 保佑 我們人一四人 要吃多少 穿多少 你的收縮要重點 都已經有這個重縮 所以你已經能吃貌人了 開過頭的 吃過頭的 將來開空 所以必須補這個財庫 如果要求財庫 就必須向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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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這個財庫 據道教的說法 原來財庫就像沙漏一樣 會一點一滴慢慢減少 而想要補財庫 據說可以透過特殊的程序 來向財神爺 禀告 我們現在把我們的文書上面 來把我們的主旨回答 再來我們這個生命 再來再來我們的白禮 我們請把這個廟房 買這個五十塊金 或是這個發財金 在這個索文上 寫我們個人的資料 我們來回答 再把它放在這個財庫裡面 然後我們這個點名 向無財神爺 或是向神娘 來困窮素材 然後 從我們的個人的生命主旨 百里以及這顆 向財神爺來賓佈 讓他們在炒起來的時候比較好炒 要素材 送材的時候 會比較好一個股材 既安晉級 財神保佑 對 對 我們要做的 做文 和這個金座 來修法 聽說這個財庫 越輕快 越挑戰 越來越財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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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財庫金 來進行補財庫的方式 在一般財神廟裡 皆可辦得到 不過傳說 每個人的財庫 是與生俱來的 命中有時終須有 命中無時莫強求 因此大不如把眼光放遠 向財神爺求取財寶米 讓全家人吃個平安順心 財寶米 就是這個 我們聽說改變 我們家中的食材 家中的氣氛 不好的孫 聽說來這個 武財神爺廟 有這個財寶米 米 在這裡就跟大家說 代表這個生肌 沒有國風頂 一路優儀 尤其這個財寶米 甚至有這個財路優儀 掌求到的財寶米 過路 三年後 都在家裡 跟我們平常吃的米 混合 讓大家來實用 聽說改變 全家的家運 和這個氣氛 讓我們家中 不好的運氣 利用這個財寶米 做一個化解 做一個建築 練到 我們這個求財寶 會更有效果 除了向財神爺 求取財寶米之外 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可千萬不能忘記 那就是準備個銅幣 向財神爺或虎爺 換取招財錢母 拜拜前講 來準備這個五塊 十塊的 跟這個五十塊的金角 在這個 荒野將軍 就是黑荒將軍 頭前這份錢擠裡面 換出比較小的藍衫 大錢換小錢 小錢變母錢 母錢寫一隻錢 讓你財源滾滾 這是所有的就是 優勝再優敵 生死或生生的意思 另外這個錢母 卡在這個 財寶裡面 借助這個 財寶的生機 卡在一家裡面 聽到這個 出自財器 卡在這個金融泡裡面 正加這個財寶 讓我們這個 財源和穩國 據說 從財神爺或虎爺那 換得的招財錢母 一定要存起來 錢母會帶來財氣 保佑生意興隆 財源滾滾來 不過是否靈驗 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們相信 舉凡心存善念 才能獲得 財神爺的庇佑 相傳 經商人士最喜歡 拜中路武財神爺 其中大有玄機 到底隱藏著 什麼樣的秘密呢 此外 坐落在南投縣的 一間武財神爺廟 傳說在921大地震的時候 出現過神機耶 當時又是怎麼回事呢 本告回來之後 《現代啟示錄》 會為您解答 香港大地震 火灰 那就是